或许我们欠大菲尔一声谢谢,广州恒大即将宣布新任主教练人选,而对于斯科拉里的离任,或许有的人会讹首相亲,有的人会恶恶不舍,但无论如何,大将军在中国找回了他在2014年失去的一些东西,单就成绩而论,他在广州是非常成功的,对于中国足球的发展与帮助,相信也是功大于过。 虽然指教之时也曾遭遇过批评甚至是炮轰,但帮助恒大拿到了七个冠军奖杯,尤其是一座哑冠与三座火神杯的攻击,令斯科拉里无疑成为了臂肩里皮带中超历史上最佳教练之一,对于他为广州足球做出的贡献,相信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相比于外界对他的固执,保守,过时的批评,或许他的勇气, 他的坚持更值得大家去欣赏,专题撰文,信息时报记者,白云,专题摄影,信息时报记者,陆明杰,公, 斯科拉里的成就,丝毫不遜礼皮 2014年世界杯上的惨淡,或许令斯科拉里成为了巴西人心目中最恨的人,他会更多的因一比七而被记住,尽管那是一个巨大的不公平,但客观地说,他依然是巴西最成功的几名教练之一,而在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令斯科拉里重新回到了世界一线教练的行列,甚至还吸引了巴黎圣日尔曼的注意。 有消息说,斯科拉里的下一站有可能是接受巴黎圣日尔曼,那里有接近半支巴西国家队,据悉内马尔已经在积极的为大将军搭桥铺路,可以说斯科拉里成功的将中超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了, 尤其是在巴塞罗那以违约金方式强挖宝利尼奥之后,这个转归案例或许今后会被谈论许多年,中超或许也能成为重新激活过气球星的试验场。 而这一些都是在斯科拉里遭遇人生最低谷之后,通过两年多时间打拼而来。 2014年世界杯在家门口的惨淡斯科拉里几乎输得体无完肤,而在接受恒大之前,他所面对的是要继承李皮留下的辉煌以及外界,对其堪图巨额年金而自甘堕落的攻击。 这需要多腰大的勇气来做出接受恒大叫编的决定,外人根本是无从了解的。 其实从一接受恒大开始,李皮就一直是巴西人耳边不断被点到的名字,带领恒大创造前五古人战机的银湖早已成为标杆式的主帅,李皮离开的背影足以成为任何信任者的阴影。 即使同样是世界杯冠军主帅,同样带领恒大多得过哑观,甚至在各项冠军数量上领先李皮一个点数的斯科拉里,也一直没有得到过老板和一些球迷心底真正的认可。 李皮是个非常优秀的教练,我和他的关系也很好,如果李皮能够回来对广州和中国足球都很好,他回来我会很开心。 在去年下课风声几乎成为事实之后,巴西老头甚至开始礼貌地夹到欢迎李皮的回归。 在打平就是输球,不拿冠军就是失败成为习惯的前提下,对于守夜者来讲,统领一个习惯赢球拿冠军习惯成功的团队本身就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 但正是种种压力与羞辱更加磨练了斯科拉里的意志,从而使他拿出了最终甚至略高于李皮的成就。 李皮自2012年5月起执教恒大1018天,拿到了三个中超,一个足鞋杯和一个雅冠,共计五座冠军奖杯。 而斯科拉里2015年6月接手,直较882天,收获了三个中超,两个超级杯,一个雅冠和一个足鞋杯,比李皮多出了两座超级杯,夺冠效率更高。 自2015年5月5日,雅冠联赛中0比2不敌西西尼流浪者开始,到今年9月30日主场1比4赴于上海上岗的足鞋杯比赛结束,广州恒大保持了879天,55个主场不败的记录。 这几乎贯穿了斯科拉里整个恒大之教旗,李皮的记录是中超主客长久连胜,斯科拉里不仅有主客场10连胜,还有客场10连胜和主场11连胜这样的连赛记录。 在促进球队持续稳定方面毫不逊色,李皮曾在足鞋杯攻克北京工体,斯科拉里则在联赛中打破工体不生的怪圈。 另外,斯科拉里接手5个月就拿到亚冠即逝聚杯电军,这个效率更是远超李皮。 可以说在球队年龄更老,赛季投入更少,连赛竞争更大的情况下,斯科拉里拿到了至少不逊色于李皮时代的成绩,令人尊敬。 7座冠军奖杯,圆梦联赛7连冠,是斯科拉里为恒大做出的贡献,而证明了中超球队夺得亚冠并非偶然为之的孤立,证明了中超联赛的竞争力与影响力,是斯科拉里给中国足球留下的财富。 过,青年财俊匮乏,恒大统治力下降。 要说斯科拉里的短板,有而且很明显,那就是轻讯效果不佳,这其实也间接导致了他很多时候无逢轮换,而且临场,无人可用。 乃至于整个战术有时候打得毫无美感,李皮时代好歹拿出了个料力声,但是斯科拉里手下没有这样的年轻才俊,他所不得不重用的个别球员,甚至成为了唯一一名在天体主场一拿球就被虚的恒大球员。 这可是舰队八年以来极其罕见的情况,无法为恒大后备力量做好处备工作,是斯科拉里的最大短板。 当然,亚冠首次未能在小组中出现,连赛首次连续三轮不升,恒大队是仅仅遭遇的两次两连败全部发生在本赛季,哪怕面对败人巴萨时都不曾有过的0比4惨败。 亚冠八强赛克战上岗,这些也都是斯科拉里的直教污点。 对于斯科拉里的恒大来说,最为致命的不是拿不到亚冠军,而是从对手一想起来就头疼。 未战先去的那支最特殊的球队逐渐沦为拼拥,当你不再可怕,而对手却在不断变强的时候,成轮就开始了。